我是美国张星注册会计师 我在洛杉矶有些华人会计搜索 为全球的客户在美国注册公司 开银行账户 注册亚马逊店铺 做个人报税 公司报税 代理会计计账审计付货 我经常被国内的很多客户问到我 张会计我想在美国注册一下公司 我应该把公司注册在哪个州 通常现在的情况下 我通常会跟他说 在美国注册公司 你注册在哪个州都可以 都不违法 都不违法 但是它的唯一的区别是在哪里呢 它的税 当然了 有的州的话 你的公司被告的话 有的州 它对你 这个法律上是 还是对你有点帮助的 比如特了华州 内华达州 它还是保护这个股东 保护这个公司 它的法律比较成熟 它的法庭也是比较成熟的 你知道吧 比较完善的 所以说保护股东的 从法律上保护股东的利益 这两个州 其他的州 没有那么多的优势 你如果在美国 这可以看你做什么了 如果你在国 通了大部分的客户是做贸易的 我现在讲一下贸易吧 如果你在国内是做贸易 直接发货发在美国的商家 美国商家 特拉华州 我觉得特拉华比较好 因为它那个州是为什么呢 就是你把公司设立在那个州 但是你不会在那边 有办公场地 有员工的话 有窗户的话 你就只有联邦的税率 就不会有什么销税 营业税 就把其他税了 就是说税的问题是最少的 你也可以把公司设立在内华达州 内华达太贵了 光政府的费用就700多美金 500加200多 然后整个地址 注册单人价格1000多美金 就太贵了 华盛顿呢200美金 华盛顿200美金 也是相对来说 比较比较特拉华也贵一点 但是华盛顿就是说 他那边有销售税的 如果你在那边有什么点在那里 有员工在那里 有窗户那里的话 他会要你申报销售税 当你关闭公司的时候 他也会要查 你是不是销售交期了 申报好了才给你关 还有就是说德州也行 但是德州太贵了 300美金太贵了 况且他德州关公司 美国第一难的就是德州关公司 经过四个部门的批准 搞死你 况且住在公司的时候 也是300美金 华盛顿也不错 华盛顿也不错 那个科州也不错 科州也不错 纽约来加州的话 如果说你是只是用 把货从国内发到美国来 你不会在那边实际的运营 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办公厂地员工的话 我觉得你 我不建议你住在加州 或者纽约 或者其他任何有州 我不建议的 这是说你做贸易 如果你不是做贸易 也不是做线上平台销售 也不是做其他的贸易的话 在美国也不用有点的话 你也住在美术 也是比较好的